台湾有機小農推動有序發展又有新成員加入 作家吳英寧在彰化西州發起友善耕作計畫 不用農藥、化肥、透過灌溉水田 種到的同時也富裕失地生態 吳英寧還參考德國的生態補貼政策 保證收購價格 使得認同他的農民可以無後部之憂的跟進 兩年來從11人倍增到22人 耕作面積也增加到11公頃 其實還有更多的農民想要參與在這個計畫裡面 但是由於推廣行銷上面還沒有達到足夠的量 就是讓這個產銷之間可以更平衡之後 希望可以符合這麼多農民想要加入的這個意願 吳英寧坦言產地擴大 庫存壓力也隨之而來 為了調節產銷 今年不得不忍痛讓部分農友休耕 他也加入了小農市集 擺攤銷售 透過舉辦分享會 說明友善耕作的成果 更多民眾這才得知 原來更早之前 西州農民曾經因為中科四期瓜分當地用水 排擠了耕作 吳英寧於是帶領農民抗爭 才保住了當地的灌溉水源 他其實是為了這些物種而保留這樣的種植生態 所以我們每次來買的時候 除了豐富自己的武藏以外 最主要就是能夠讓這一個生態能夠永續經營 這是我們來購買很大的動機 吳英寧推廣毫米希望社會大眾透過購買 支持友善耕作 一起來守護生態 中央社記者楊淑敏 台北採訪報導